歌舞片里的男演员舞蹈功底可以有多强 1950年乔治·巴克斯特在电影《鸳鸯茶》里 跳的一段难度系数颇高的步踢踢踏舞 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对其恋恋不忘 在步踢上跳舞 本就十分考验舞蹈演员的基本功 但为了能让这段场景布置和演员服饰都没有什么亮点的舞蹈 在视觉上能够更加出彩 还在踢踏舞的基础上融入了杂技元素 当舞者跟随音乐节拍在四米高的曲型步踢上 或是不到一掌宽的步踢扶手上踢踏着舞步 每一个轻盈跳跃的动作和字意欢快的舞姿 在充分展现一位舞者高超技艺的同时 也让观众见识到50年代歌舞片选角的巅峰水准 众所周知 上世纪好莱坞黄金时代 曾造就了无数位色意双绝的歌舞女郎 而与此同时 在音频上大放一彩的 还有一批实力派男演员 比如在歌舞片中 取得巨大成绩的男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尔 她在舞蹈设计艺术方面的成就 至今都难以超越 我最喜欢她在电影王室的婚礼中的个人独舞 有了出色的舞蹈功底和炉火纯青的演技 即使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制衣架 也可以被用来当作舞台表演的造型道具 尤其是轻舞飞扬的动作 和那游刃有余的灵活度 让制衣架都仿佛有了灵魂和温度 瞬间将观众的思绪 带入到舞者表达的欢乐意境中 使整段舞曲充满艺术张力和观赏性 而同样精彩的 还有片中的这段无重力舞蹈 要知道 在那个电脑特技几乎不存在的年代 仅用一段长镜头 竟能拍出这种视觉上 突破地心拧力般的舞蹈状态 试问这段70年前的传世经典之舞 即便是放到当今时代 又能几个电影人能够完成了 说起歌舞片《独舞界》里的魅力男神 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位舞王吉恩凯利 在电影《起毛》中 与老鼠国王一起表演的一段踢踏舞 作为影视界第一次突破 真人与动画结合的一部电影 这支舞曲的优秀之处 不仅仅在于 杰恩凯利那出身入化的高超舞技 还有真人与动画完美结合的 这一艺术表现形式 那活灵活现的动画老鼠 和生动有趣的面部表情 再加上人物与老鼠 非常丝滑地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的 没有一丝违和感的绝妙舞曲 让观众除了能感受到 歌舞片的《精妙绝伦》 和上世纪影片制作者 那精益求精的电影精神 还享受到一场史无前例的 试听盛宴 而比单人舞更加欢乐 且更有氛围感的 还包括电影《鸳鸯茶》里的 这段以男舞者为主角的 大型歌舞场面 乔治·巴克斯特 在众多配舞演员们的围绕下 跟随音乐节拍 跳了一段韵律感十足的鼓上舞 那轻盈矫健的步伐 和挺拔如松的身姿 在鲜艳亮眼的舞台不紧的映衬下 每一个竞显男性力量的舞蹈动作 都十分圆滑自然 充满了刚柔相继的美感 而他的舞姿 宛如一团绚烂的火彩 给人以流畅灵动 且无比迷人的视觉体验感 当他从一米高的鼓面上 一跃而下 整段舞曲 也迎来了最高光炫酷的场面 节奏明快的音乐 犹如一股无形的力量 渗透到舞台上 每一位舞者的灵魂 那光彩夺目的服饰装造 那自艺欢快的多人舞蹈 那无限延伸的舞台灯光 让观影者 有种置身于歌舞盛宴中的愉悦感 歌舞片带给观众的 不仅仅是欢乐 更是一种放松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使观众在歌舞的魅力中 感受到真正的愉悦和自由 比起那些千娇百妹的歌舞女郎 男舞者们的舞台魅力 也并不逊色 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群优秀的歌舞演员 才有了好莱坞黄金时代 那些出色的歌舞片 你能说出一部 值得推荐的歌舞电影吗